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久以前有一对生活很幸福的夫妻 他们即将要生出一个小孩了 老婆大着肚子对着老公说 老公 我昨天站在窗口向远处的花园望过去 那里有好多好多绿油油的窝巨哟 是啊 老婆 我也看过 老公 我好想好想吃那个窝巨哟 肚子里的宝贝一定也非常想吃 虽然老婆像老公这样说着 但是他们都知道 那个花园是属于一个很可怕的女巫 可是 没有吃到窝巨的老婆 一天比一天还要不开心 看起来日渐消瘦 她的丈夫非常的疼爱她 她便想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我也要弄些窝巨给妻子吃 这样孩子也才能健康地出生 就在某一天 天快黑的时候 老公跳过了围墙 偷偷溜进了女巫的花园里 她快速地拔了一些窝巨 跑回家 马上煮给她最爱的老婆吃 妻子立刻吃下去 嘴里说道 这些窝巨的味道真是太好吃了 老婆开心地感谢老公 然后小小声地说 真希望我还可以吃到很多这样的窝巨 没办法 第二天 丈夫又偷偷地溜进了园子里 没想到 她才刚跳上墙 就看到巫婆站在她的面前 老公吓坏了 你好大的胆子 竟敢偷偷地来偷我的窝巨 女巫凶狠地吼道 丈夫回答 紧牢了我吧 我也是没有办法的 我妻子非常想要吃到这些绿油油的窝巨 除了窝巨 她什么也吃不下 如果她不吃点东西 肚子里的小孩就不能健康地长大 女巫 女巫听了之后 态度居然和缓了起来 女巫说 如果真的是这样 我园子里的窝巨 你就随便踩吧 不过 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才行 你 你要把你妻子将来生出来的女孩给我 你们放心 我会像青春妈妈一样地对待她 让她过上快乐舒适的好日子的 女巫不管这对夫妻答不答应 就在老婆生下可爱小女孩的那一天 女巫就出现 并且把这个可爱的小女孩带走了 并给她取了一个名字 叫做窝巨 女巫把小女孩带进一座森林里的高塔里养育 这里既没有楼梯 也没有门 这座高塔只在塔顶上有一扇小窗户 每当女巫想要进去看看她的窝巨的时候 她就会站在塔下大声地喊着 小窝巨 小窝巨 快把你的头发放下来 窝巨姑娘长着一头长长的金色的浓密长发 听到女巫的叫声 她便会松开自己的辫子 从塔的最顶端把头发放下来 让女巫可以顺着她的长发 慢慢地爬上塔上面去 就这样 小窝巨在塔上过了十几年的时间 长成了一个亭亭玉丽的姑娘 但是在塔上的生活实在太无聊了 窝巨常常会跟女巫说 妈妈 我什么时候可以到外面的世界去看看呢 亲爱的窝巨啊 你还是乖乖地待在高塔吧 每当窝巨提出这个请求时 都会得到女巫一模一样的回答 孤独的窝巨最常做的事情 就是在塔上唱着歌 跟小鸟们玩耍了 有一天 有一位王子 骑马经过这里的时候 他听见了这座塔 传来了一阵美妙的歌声 于是 王子停了下来 仔细地聆听 原来就是窝巨姑娘在唱歌 王子想要爬到塔的顶端上面去看看 可是他怎么样也找不到门 失落的王子只好每天骑着马 来到森林里面 去听着动人美妙的声音 有一天 当王子正站在一棵树的后面 听着这个美丽的旋律时 他看到女巫来了 只见女巫朝着塔顶叫道 小蜗巨 小蜗巨 快把你的头发放下来 一听到这个声音 蜗巨姑娘 马上放下了她的长发 女巫就这样爬了上去 王子心想 这应该就是召唤 通往塔顶梯子的通关蜜语吧 王子决定把她记下来 明天自己也要到塔下来试看看 第二天班晚 王子开心地来到塔下 大声地叫道 小蜗巨 小蜗巨 快把你的头发垂下来 就在这个时候 真的有长长的美丽的金发 从塔的最顶端放了下来 王子便爬了上去 蜗巨姑娘从来没有看过男人 看到爬上来的竟然不是女巫 而是一位男人的时候 蜗巨姑娘吓坏了 王子和蔼地跟她说话 告诉蜗巨姑娘 她的心早就被她的歌声给打动了 她是如何地想要认识她 蜗巨姑娘慢慢地不感到害怕了 她们开心地聊着天 她发现王子又年轻又英俊 而且非常地有礼貌 慢慢地蜗巨姑娘也对王子 产生了爱慕之情 王子提出了 希望可以带她离开塔里的事情 但是蜗巨姑娘又高兴 又担忧地回答 我 我很愿意跟你一起走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下去 我从来也没有看过外面的世界 不然 以后你每次来到这里的时候 都带一根丝线给我 我要用丝线编成一座梯子 等到梯子编好的时候 我就可以爬下去 跟你一起到王宫里去了 女巫总是在白天来看蜗巨姑娘 而王子就跳在晚上的时候来 女巫一直不知道有这些事情 直到有一天 单纯的蜗巨姑娘问她 我拉你的时候 怎么觉得你比王子重很多呢 他总是一下子就上来了 你在说什么 你这个坏孩子 我不允许你和别人来往 没想到您竟然骗了我 还让除了我之外的人上来塔里 你你真是个坏孩子呀 女巫非常非常的生气 她狠狠地一把抓住了蜗巨姑娘漂亮的辫子 拿起剪刀就把蜗巨姑娘的长辫子剪断了 女巫越想越生气 为了要让蜗巨再也见不到王子 她决定狠下心来 把蜗巨带到一片荒野当中 让可怜的蜗巨在那里孤零零地生活着 当天晚上 王子再次来到塔下 她大声地喊 小蜗巨小蜗巨 快把你的长发放下来 女巫放下了从蜗巨身上剪下的金色长发 王子便理所当然地爬了上去 可是 当她越爬越近时 她却看到女巫恶狠狠地瞪着她 女巫狂笑了起来 你是要来接蜗巨姑娘的吧 你休想再见到蜗巨 她再也不会唱歌了 她被财狼抓走了 我要把你的眼睛挖出来 让你们都受到惩罚 王子绝望极了 痛哭地从塔上跳了下去 她掉进了树丛里面 她的双眼被坏女巫给刺瞎了 王子只能凭感觉 摸索地在森林里面走着 饿了 她就吃点草根 还有野果 无时无刻都在思念着蜗巨姑娘 有一天 她来到了蜗巨姑娘生活的荒野 王子好像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觉得这个声音很耳熟 她便朝那个方向慢慢走了过去 没想到是蜗巨姑娘 蜗巨姑娘哭着跑向王子 王子 王子 请您张开眼睛看看我 我是蜗巨啊 蜗巨搂着她大哭了起来 她的泪水滴到了王子的眼睛里 王子的眼睛突然重新恢复了光明 于是 王子就带着蜗巨回到他们的王国 从此 过着幸福又快乐的生活了 今天的格林童话说完咯 原来蜗巨姑娘就是长发公主啊 相信小朋友都有看过迪士尼 长发公主的卡通动画对吧 大林姐姐对乐佩公主也特别特别的有感觉 因为我曾经呢 在舞台剧也饰演过这个角色 虽然蜗巨姑娘里面没有特别的描绘 这个蜗巨姑娘的个性 但是在长发公主里 乐佩就是一个很乐观 很活泼开朗的人 所以她常常遇到任何问题 任何困难 都可以顺利的去解决 你只要保有乐观的心 很多事情其实都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严重哦 那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 快睡觉吧 晚安了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